武侠小说中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功叫做石吼宫 它不需要用手脚只要张开嘴巴大吼一声 就可以把敌人正飞出去了 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世界上真的有可能有这种武功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先知道声音是怎么传递的 这里指的传播也可以简单的说是声音前进的方式 声音是一种坡 也可以理解成声音是以坡的形态存在的 所以你在电影中常常看到警察揭露坏人的通话 画面都会出现一些坡型 就是这个原因了 并不是随便为了好看才这样画的 坡一般分为纵坡和横坡 大多数的坡都需要透过戒指才能进行传播 也就是说除了电磁坡和重力坡之外 在真空中坡是无法前进的 你晃动绳子所产生的坡就是点心的横坡 如果你在绳子的任意地方画一个记号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绳子上的点其实都是上下活动 并没有往前跑哦 深坡属于重坡 又称为疏密坡 它是利用推动戒指往前后移动的方式来传播的 和横坡上下移动不同 因为回动绳子所产生的坡是横坡 所以被绳子上下打到是会痛的哦 而深坡和绳子不同 它是属于重坡 力量是往前后移动的 了解了深坡的传播方式 现在就可以回答刚刚的问题了 世界上真的有可能有施后功的这种武功吗 就科学的角度来看 声音的确是可以把人正非的哟 生活中啊你也一定有碰过 在巨像的附近会有一股向外推的力量 或者啊当同学大声喊的时候 站在他的面前 你应该也有感受到一股力量冲过来吧 只是啊我们很难想象 要练成施后功 喉咙要发出多大的声音才行啊 而我们自己会不会也被这种吼叫声给正非了呢 我们前面说过声音需要依靠戒指才能传播 由此可见 戒指越多声音应该就可以传播的越好 所以啊我们用来传播声音的戒指 空气应该啊就是最差的戒指咯 没错哦 由于啊空气中的粒子十分的稀薄 所以啊声音的传播也变得很薄弱 午休的时候趴在桌上 你一定也会发现许多声音都变大了 这是因为啊桌子喊的粒子比较紧密 比较多 可以供声音传播的戒指就更多了 声音也就越清晰了哦 因此我们知道 一般在固体的声音传播是最快最清晰的 在水中也是可以听到声音的哦 反而啊是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空气传播声音的效果是最不好的 声音啊必须透过戒指一点推动一点的传播出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对方话才说出口 你的耳朵就已经听到了呢 这是因为声音的传播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啊让他去跑步的话 学校超长的跑道 跑两圈只需要一秒多一点的时间呢 所以啊就算你躲在楼上 妈妈也一样可以及时的把你叫下来吃饭 最后我们还要告诉你一件很酷的事情 你有没有听过超音速飞机呢 许多战机啊因为要避开飞弹 所以飞行的速度都比声音还要快哦 也就是说啊这种飞机去你学校跑超长的话 两圈连一秒都不需要呢 但是啊也因为速度比声音还要快 所以飞行员是处在超级安静的环境中 一点声音都听不到的哦 影片中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太明白的名词 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找到对应的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共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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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